这里是FM92.7环游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Richard543 我是你们DJ Richard 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宋明我们的佛光大学副教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分享音乐剧 讲到音乐剧 其实我想宋老师 如果是别人讲的话 可能我就不见得 能够百分之百的肯定 这宋老师讲的话一定可以 上次因为有来过我们的节目当中 分享了您的大作 滚动百老汇 我回去看了书以后 泪流满面 感觉起来音乐剧 怎么能够这么感动人心 而且是我看过的音乐剧以后 再听过您说的分析 我就觉得更能够去体会 那从里面散发出来那种感觉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是不是该怎么样跟大家介绍 我们的音乐剧呢 是这个Richard543的听众家 大家好 我应该先跟谢谢Richard 从上次上了您的节目之后 我就一直期待 能够再有一次的这个机会 今天终于这个数的日子终于数到了 是是是您可以每次都来 不然每天都来好了 我们一到五每天晚上九点 是是是 这真的是非常难得 而且我看到在脸书 因为我也是你的铁粉 所以在脸书看到你的那个信件 哇每天晚上真的这个节目 真的如雪片般的飞来 也只有信件如鱼 雪片般飞来而已 那表示听众真的很踊跃 但是听的人就没有雪片般 很多真的很多 然后谢谢您的邀请 因为今天最近呢 因为台湾要上演部 那真的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那我是觉得音乐剧在台湾 因为台湾有自制音乐剧的能力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市场 就是我们不大可能一个演出的地点 然后长期以来在那边也有过一个记录 那个记录叫做红鼎艺人 哦我知道红鼎艺人 那个红鼎艺人真的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呢同样的一档秀的这个节目 演了好几年 可是后来其实也就是因为市场的关系 还有那个 因为红鼎艺人其实在当时 他真正卖票的 卖票是卖给了日本人 日本观光客会比较多 真的 对对对 然后跟团跟团一起来 可是后来这个开始 这个就是开始红这个所谓的自由形 那那个红鼎艺人的这种 这种在某一个地方 一演演了好几年的这个状况 在台湾也就不复见了 所以台湾永远就是我制作一档节目以后 我就在这个地方 大概我顶多演个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那可能那个因为市场的关系 对对对对 我们人口很少 人口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可是呢 在纽约的音乐剧就不一样了 它就可以在一个地方 然后呢 推陈出新那个百老会街上面 演有二十几种 二十几处的音乐剧 旁边有一条街就是 Off-Broadway Street 然后再旁边是 Off-Off-Broadway Street 就是外外外 然后呢 就是很多的实验剧团 然后我觉得 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每天有推陈出新 不同的东西会出来 哇那真的是源头活水 后来你才发现 其实在纽约的百老会 他们已经有一个 SOP的一个流程了 是 也就是我大学里面就开始去培养学生 然后呢 不管是歌唱 舞蹈或者是戏剧 然后呢 另外呢 我还培养了一批 专门是做幕后的 有关于剧场的那个经营管理 票务等等的 反正就是 编剧啊舞台 对对对 他所有的已经造成了一个 在学习上的一个SOP 不像我觉得我们在台湾 我觉得在基础的这个教育上面 如果真的要推行 这点是比较受到一些限制的 但是台湾现在目前 慢慢的也开始有一些 比较小的一些舞台剧 对对对 就是慢慢的推陈出新 但是他的这个量能 可能就没办法持续太久 就同一个戏嘛 没错 可能没办法持续太久 因为大家都看过了 对对对 而且那个我们现在 透过您的节目当中来推广 就是让更多的朋友 知道什么是音乐剧 而且很多人就说 戏剧就戏剧嘛 怎么你中间就突然来唱 唱个歌 然后我 我有次跟一个朋友去 也是台湾自制的一个音乐剧 你知道看完了以后很感人 他也掉眼泪了 然后呢 后来你知道他离开了那个剧场 我就说怎么样好不好看啊 他跟我讲一句什么话 你知道 他说啊好看是好看 但是就是唱歌唱太多了 所以很多人对于 对 这个所谓的Mexico的这个 这个能接受度 还有那个解读 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驸马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对 而且我觉得音乐剧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 他觉得歌唱太多了 但是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剧里面 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 因为音乐是最重要的 音乐 音乐无可取材 唱得太好了 对对对 然后尤其尤其是在80年代 其实音乐剧从上个世纪 就是上个世纪 1950年代 40年 30年都有都有在做 像那个 The Sound of Music 曾善梅 是 然后国王与我 这些都是比较老期的 西城故事 西城故事 然后呢 这个我刚刚差点讲成西城男孩 西城男孩已经比较新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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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eed 真的是您的年代 后来到了这个80年代就有Cavary或者是这个猫剧 后来很多人就开始去行销 像韦伯就非常的厉害 开始去行销 他先推出主题曲 主题曲红了以后 而且已经找一些大咖的人 来创取主题曲 主题推红了以后 一年以后我就把剧给放出来 原来是这部戏的主题曲 所以很多人会因为这部戏的主题曲 特别去看这个剧 所以这是行销的手法 我记得有很多的美声的女歌手 知名国际女歌手都有唱一些 音乐剧的一些主题曲 比如说沙拉布莱曼那些 还有英国的一连佩基 那真的是音乐剧当中的女神代表 而且在唱的这个歌声 真的能够把音乐剧里面的感情 唱出来真是不得的 没错 尤其是音乐剧里面的歌词 像你知道像我们有时候听抒情歌曲 他可能就是当哪一天 我在秋夜当中我没有见到你 音乐剧的歌词他很奇怪 有时候会就他就是跟戏剧连贯 然后他说当比利离开了 他的歌词也许是这样 那个那天那个灰蒙蒙的天气 当比利离开了我 难道比利你就一直走吗 很多人听那个歌为什么你要叫比利 原来剧中的男主角就是比利 所以音乐剧当中的一些主题曲 他其实是要贴合他的戏剧里面的 剧情 剧情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是看全本的 你首歌曲你才能够真的听得进去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是经典的音乐剧 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看 但是我们通常能够知道的音乐剧 就是知名的耳熊能响的并不多对不对 就像上次您介绍的 你的书里面写的其实那就是几个我们的朗朗上 可以听得到的那个音乐剧 因为我觉得台湾对于这个纽约的Broadway的 接收的资讯并不多 我先讲我那个年代就是我们 我比您还 现在就一直都是这个年代 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年代当中 我是比志愿还是稍微年长一些时间的 他差不多年长隔一两岁 你今年二五嘛 我二三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二三 所以我们那个 那就是二五 我们的B制的那个 B制的那个年轻的小朋友已经快要昏倒了 他心想我都已经快二十五了 因为那个在这装面 所以我们能跟他一起参加B制 那那个其实在上个世纪来讲的话 这个音乐剧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种 就是他的一些规格 或者是一些演出的一些方式 跟我们现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等一下也有机会跟您在这边来聊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某一个音源机会之下 我曾经去唱过音乐剧的一个桥段 哇塞不简单 哪一出 就是歌曲魅影 你是唱Fenton还是唱Rove那个角色 我唱的角色 就是那个男 就是那个 男爵 就是那个真的爱的那个男人 对 当然就是我们会有偶像包袱嘛 我们还是唱帅的那一个 所以你就唱 我就没有戴面具 是不是YX of You 我是很喜欢那个 对 但是呢 因为有碍于功力 也碍于这个能力的关系 别人讲这句话 我没话 您是绝对没问题 我唱了其实那一首歌里面我是搭配另外一个我们现在 之前有来过我们的节目当中 她是一个声乐的博士 在美国就声乐的一个博士 那她唱那个Christine 是女生 对她唱Christine 她是女生 然后我就唱的那个 那一个桥段是 Think of Me 哦 Think of Me 对就是她一开始开口 然后大家就觉得 哇原来这个人可以唱 对不对 对 就可以变成女主角 所以 那首歌也不 也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对啊你看 但是女生不简单 男生只有两三句 哦就是因为那个那个她在舞台首出登场的时候 对 那男生在舞台上看到她了 对 嘿 Christine 她就很意外 然后她要下去找她 对 Can it be Can it be Christine 对对对 好好听哦 我还可以继续唱一下 可以 就是能不能谈音乐剧这件事情 我觉得全台湾要谈音乐剧 我真的非常喜欢听宋教授谈音乐剧 因为他就融入其中 已经融入其中 每次我看完了音乐剧以后 就像我们刚才分享说 我真的唱那个音乐剧 唱我们的歌剧魅影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而且即便我那个 我已经看过两次了 我现场看过两次 然后呢 在小剧带 对 歌剧院有在小剧带也出过 是是是是 我记得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公司 插红是不是 宽插 是是是 还有插红 对对对 那我觉得当时 我有被那个剧场震撼到 但是他的那个情感我就没有 一直到我唱的时候甚至都没有 但我能够在你上次介绍音乐剧的时候 我再重新再回去看的时候 我就非常有感觉 哦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对对对 我唱的那一段 那时候我唱的舞感 嗯嗯嗯 然后我那几句啊 我们的搭档 我说我的搭档是音乐博士 音乐博士 声乐博士 所以他女高音 嗯嗯嗯 他磨我那几句磨的 那那肯定 但是因为 呃 我觉得Richard你的声音有一个特质 因为你声音很低沉 而且好像天生就有带贝斯 所以你唱那个 Rope那个角色是非常 就那个公爵那个角色是非常适合的 我为了唱那个角色去租一套衣服 我相信以你的这个积业精神是会的 是对 就唱那不到一分钟 好我们要不要来听一下 花了两千多块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啊那那一句 那那首歌那一句我记得 他上面是听到这样 Can he be Can he be Christine 嗯然后他叫 喊 Bravo 对不对 对对对 嗯然后他就唱 接下来就唱 Long ago it seems so long ago 很久以前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开始回忆他过去跟他一起 哎呀真的很不简单 不过下次我觉得 Richard可以跟更难曲的挑战 因为他跟Christine有唱一首 The Music of the Night Music of the Night 还有那个 All X of You 哦哦对对对对 rules iaciks of you 是RAH跟那个 吧那个舞台上唱的 对对对对对 他跟魅影也有唱 哦对对对对χ 那跟魅影唱是有一点好像有点心碎的 对对对对对 这是对对对对�这个 哇你真的计算大了一个音乐剧的经典 在上个世纪 其实这个 Fentown of the Opera 它其实是韦伯记猫剧 猫剧已经很成功了 Cats之后 然后又再度的一个立作 那已经到了顶峰了 后来韦伯一直觉得 他可以再突破这个顶峰 你知道那个歌剧 迈到什么程度 在百老会连续演了 超过15年以上 15年 就是同一个地点 他每个礼拜 他只有礼拜一不演 其他因为礼拜一 所有的剧院都要休息 我到了纽约去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百老会接 因为我都已经有点熟了 每次那家咖啡 本国有家咖啡店 而且我跟你讲 听音乐剧到中间的时候 大家不是休息20分钟吗 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台湾就 这点就是台湾的剧场规矩 它不会给你卖 比多就咖啡 或一些甜小点 你可能要走出来买 那在美国 你会发现 每个人手上会拿一杯红酒 就是红白酒 真的哦 但他外面就在卖红白酒 还有一个什么 你知道每一个必吃的 一球冰淇淋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美国人 蛮不错的 美国人很爱吃冰淇淋 然后呢你会发现 就中场休息的时候 就每个人吃冰淇淋 这是我看音乐剧 很特别的一点 然后呢 那个永远的Fenton 就是那个面具 它永远高高挂在 百老会 那个那条街上 最显眼的 就像那个猫具的 那两个猫眼 那个真的就是在 80年代 一直到2000年当中 那个音乐剧的 一个常态现象 当时那个Fenton 那个海报啊 我还有一段的就是年轻岁的时候 当然就是大概差不多10岁的时候了 就是我们10年前嘛 放在贴在房间里面 那个质感好棒哦 那个割据美影那个质感好棒 那个那个海报 其实后来割据美影 因为市场实在太需求性太高了 就韦伯又写了美影的续集 可是这个续集 其实它的后座力就没有 其实我真的觉得经典的就 其实就有点像是 那个你知道那个维纳斯 或那个在罗浮宫的圣地女神 圣地女神好像就是没有头嘛 那维纳斯没有手嘛 后来很多的法国的一些美学家 想要把它装手 那个手怎么装上去 放任何一个动作 都不好看了 然后呢 他们后来决定 所有的那个美学家 他们就决定 我们还是让维纳斯没有 就是没有手 就是因为你 你已经 大家对于这个印象已经既定了 对 所以我觉得魅影 我觉得第一集 我们就把那个最 就算一种缺憾 那魅影也消失了 留一个面具在地上 那就是但是 它一个缺憾永远是最美的 对对对对 而且我就觉得说 就是像音乐剧为什么后来我唱了那次音乐剧以后 我觉得它真的是博大精神 我光就 一个词 就那一小段 我被磨了一个月 磨了一个月 我觉得志远应该是现在 我觉得你的信已来了 应该还可以再唱 然后那个 后来他们连发音 那个声乐老师后来再叫我说 在表演里面 他的发音不会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就是讲话的发音 因为为了要配合音乐剧 为了配合咬字 为了配合那个质感的时候 他的发音也会变不一样 后来我真的就在我们的这个 think of me 或是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他的发音就不太一样 我们就讲ask 但是里面唱歌都唱ask ask 这就跟那个 其实这跟我们的那个金句有点像 对对对对 那个合 那他的所谓活人 他那个咬字那个和汉 活来活人 不能讲和人就不行 就活 所以他有时候 他的那个字体跟你自己本身在台上 可能那个关于发音 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musical的发音 就是musical的演员 他们一定要 那个每一个字要咬 就唱的都要唱得很清楚 对对对 因为他要让你 没有看歌词 你却能够听得到 跟那个歌词一样 听懂的那个效果 你不能唱得很模糊 那个I will take you 就是我这样带你去 I go with you 你就是I go with you 就是很清楚的告诉他 我这样会跟着你去 他就每一个字 然后都会有情感 对对对对 所以这才是 那个这个音乐剧 跟一般的opera所谓的歌剧 它的整个表现方式 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也就是 这一点的不同 而且音乐剧是for商业 而且它是比较流行的 所以让很多的人 对于它产生无尽的魅力 尤其在现在这个年代 你看我们就是为什么说 听宋教授来讲解这些戏剧 会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马上把金句也把它引入 这表示我不是乱讲 因为我高中就学戏了 所以那时候学戏就唱了很深嘛 然后那个 因为你知道天生嗓子不足 因为小声要吊嗓子 对对对 小声是唱 其实小声是假音 就是那种假音 对对对对 变成很高的很尖的声音 对对对对很尖的那个声音 你看像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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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就是那个 牡丹亭里面的柳枯 对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小声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挂胡子的 在金句当中挂胡那个就是老神 老神就是可以从自己的平枪当中去 我那时候那个学老神 我觉得咬字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那个每一个咬字那个那个跟一般我们讲 públic 有点不太一样 那就那个在剧院金句里面就叫上金白 哦 那上了这个我们金句 然后就知道 叠声 登皮 那个就是亮相 就是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对着观众就 叠声 让人家看到你的脸 那个就叫亮相 所以 我觉得有时候 因为以前真的非常爱戏 然后所以开始接触音乐剧以后 就在80年那時候沒有太多的機會 我真的是從 那是網路開始慢慢游了 我就從網路當中去了解 原來悲慘世界 那個雨果的文學名著 有這麼一個 因為過去我們看的是電影 就是戲劇版的悲慘 沒有看到 然後又聽了一些 給我那個CD嘛 就是到處 哇怎麼會這麼好聽 所以乾脆就一不做二不休 然後台灣這方面的 那個訊息比較少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 就乾脆飛到紐約去看 然後去飛到紐約去看 看悲慘世界才知道 原來Mr. Taikang 西貢小姐正在演 然後就看了 就愛上西貢小姐 對對對 就這樣子 你看現在台灣的 我們所得到的information 現在你知道嗎 《去變鳳凰》 也在演啊 還有那個 還有《紅魔方》 對 《紅魔方》 對 那個《紅魔方》也有 那以前我們看的是電視嘛 《伊望麥》 《伊望麥奎格》 麥奎格 真的是電影 和《尼可機麥》 你看那時候 那是他們人生最美的時候 去拍那個電影 現在還是很美 那真的很美 然後就 那那個 那現在已經變成了音樂劇 而且當年在電影裡面 有改編《瑪丹娜》的歌 對不對 對 音樂劇裡面也改編了《瑪丹娜》 但是又加入了另外一個 《雷伊嘎嘎》 把這首歌給放到《紅魔方》裡面去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 但是可能 可是我們台灣很多朋友 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嗯 對 常常 而且很多人都聽說《冰雪奇緣》變成音樂劇了 那我跟大家講《冰雪奇緣》就在2019年疫情來的期間《冰雪奇緣》從此告別百老會 而且它已經變成一齣死掉的音樂劇 它不可能再上演 因為它的票房奇慘無比 就跟它的歌詞一樣 《雷伊嘎》 對 就讓它去 那反而《冰雪奇緣》是一部迪士尼非常成功的動畫 但是搬到了百老會 卻是 它沒有《獅子王》和《美女音樂》收來的成功 那原因就是因為要演出裡面的《瑪丹莎》公主的 一定要四十幾歲的女歌手 但是就四十幾歲的女歌手在台上就不可愛了 而且唱得比較吃力一點 四十幾歲就很 你說二十幾歲就吃力了 但是二十幾歲就像公主 那四十幾歲像皇后了 是啊 所以它其實那個說服力 小朋友看起來 他沒有像看電影那麼的有趣 這也是一個 這個就是永遠的角色 你沒有辦法像那個 就是在電影動畫裡面 來的那麼的生動自然 所以這也是音樂劇的一個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 看它整個的那個 整個舞台上 《雷伊哥》那邊變冰了 《雷伊哥》那邊就變冰了 我覺得那好炫 這個舞台的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一個非常難人瘋為 對 宋教授對於所謂的 只要是戲劇兩個字 他都可以講的非常非常的生動 而且非常的讓我們覺得說 非常的淺顯 但是淺淺易懂 不會讓我每次以前聽到之後 你聽那個裡面的 你感覺到那個歌的質感怎麼樣 我都歌的質感 我還沒有開始聽我怎麼說它的質感 但是聽你講的話我就能夠很容易就了解這個 每一個音樂劇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我當時去看音樂劇的時候 我覺得我很 我那個年代我也不曉得 可能年輕 我覺得我好用功喔 我可以這樣子誇自己耶 因為我在 因為你知道外文不是那麼好 而且你在國外聽 你在美國還不可能給你中文字幕 當然 因為它是全世界的人都去聽 它怎麼可能照顧你 對 而且它也沒有英文字幕 它就是在上面演出 然後它沒有字幕的 所以旁邊沒有像我們後來在台灣看到的時候 很貼心的在旁邊有字幕 不可能 有翻譯啊 不可能 在美國就沒有 它有那個 旁邊可能有時候會給你一些投影 讓你看到一些 看到一些那個現場 但是 因為為什麼 在台灣也音樂劇放在小巨蛋 會有人講說 小巨蛋有點怪怪的 因為在美國的劇院都很小 它沒有那麼 台灣很大你知道嗎 對很大 台灣就很大 然後美國劇院很小 所以你那個臨場感 它那個所有的那種體驗是很震撼的 震撼 像蜘蛛人 你知道它走進音樂劇 你就看那個蜘蛛人 就在你面前跳耶 然後 它就是 它會 飛嘛 那我是覺得 音樂 那個musical的 蜘蛛人的歌曲 我聽不進去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很推那個 可是它的特效做得真好 那你剛講 這個舞台特效 比如說你說剛才像冰雪奇緣 啊 灑了那個雪花 這樣子的話 其實 但這個很漂亮很唯美 這樣的感覺 但是每一個舞台 並不是都能夠呈現這麼漂亮的 我們有看到很多的 現在大家會在YouTube上面看很多的影片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些版本的音樂劇 由於舞台的關係 由於地區環境的限制關係 它沒有辦法做這麼漂亮的特效 它的特效就是有限 然後可能 假設如果它就是冰雪奇緣 它可能灑出來的那個雪花也不漂亮 嗯 冰雪奇緣它就是用很多那種雷射光束 然後你知道那個 我覺得冰雪奇緣那個 《Let it go》那首歌曲最特殊的是什麼 因為 《Elsa公主》那個 主唱人 她一開始穿了一件 黃色的衣服在外面 然後她這樣 《Let it go》 《Let it go》 就是到最後的第三段的時候 就是副歌最後的一段 《Let it go》的時候 你就有很多地方你就沒有看到 然後那個美女與野獸 《Let it go》 《Let it go》 它那個最後貝爾 不是給它的一個吻嗎 然後那個野獸 你就看它緩緩升空 你知道全場就比習以待 看它要搞出什麼名堂來 它在上面轉個兩三圈 碰一個爆破 就一個帥氣的一個王子 然後身上的那些 那個野獸的那些 外殼都不見了 怎麼不見的 馬上變成穿巨扁 對 對 你形容得真好 那我一直會想 那些東西到哪裡去了 它是不是用那種特效把它給拉開 我也不清楚 所以這個就是真的 劇場真的很迷人的一個就是 當你在現場的時候 能夠看到真的舞台的變化 對對對 你要克服 它要克服很多的問題 對 然後能夠讓你有臨場感 而不是就只是 我們有的時候會看舞台劇 就因為可能製作成本上的關係 它就只是一個後面的一個部幕 對對對 就這樣交代過去 那是真正的舞台劇的東西 那個道具的擬真感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對 我永遠記得 我很喜歡看那個 比利亞特就是那個 叫做舞動人生 舞動人生 對 英國的 那是英國做的 然後舞動人生裡面的那個 小比利 他小時候的時候 他的好朋友 然後 麥可就叫他穿女裝 他要從他的練芭蕾舞的教室 到麥可的家裡面去 他從這邊就是舞台上走了一圈 然後呢 有一 他就突然在旁邊 就拉了一張床出來 一張床 然後他就順手把那個床放下 那個燈一亮 然後就變成他的好朋友 然後麥可就在那個床的旁邊 開始在那邊穿女裝 所以你看他有時候舞台的設計和轉換 是靠演員在不經意當中 給你帶那麼一首 做一點變化 對然後呢 他就已經出現了 所以我覺得 哇 我覺得看那個musical 其實看的是設計 然後再來看他的音樂怎麼樣去鋪陳 然後呢 從80年代開始 他的所有的那個舞台的那個 標新利益的那個特技是越來越多 對 我記得在這個多年前看到這個 歌曲魅影的時候 我記得也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公司 叫寬插藝術 哈哈哈哈 插紅藝術 對對對 我們會很明顯這樣 不會不會 那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 因為我也有做一點小小的功課 嗯 就在於這個舞台上面 那個水晶燈掉下來的那個幅度跟大小 對 這個是一個 他們就說 你來看這個歌曲魅影的時候 他重要值不值會票價就在那個水晶燈 沒錯 那個 而且水晶燈是一開始是掛在觀眾席上 對 我還心想他會不會掉到我頭上 然後就在你上面 然後他其實是按照那個弧度這樣 就不是直接掉下來 他這樣給你 有點是給你 從那個斜撥度給你掉到的舞台的中間 那後來約瑟夫的夢幻彩衣 他有那個聖經的故事嘛 就是埃及有大洪水 然後蝗蟲 那個洪水真的在舞台上水就下來 我記得做前幾台的腳還這樣 嚇一跳 把他擰一開 然後 然後《Lion King獅子王》 萬獸崩潭的那個畫面 他是用捲軸式的那個視覺感 都讓人家看的特技實在看得很好 那個水很厲害 他到前面有一個收水的那個水 給我把水降下去 然後水整個沖下來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受您的感召之後 好好去研究一下我們的音樂劇 所以 後來我覺得另外一個很棒的 就是您這次要介紹這個西宮 西宮 對 直升機都來了 對 他就是講述的就是 越戰時期的一個愛情故事 西方的Chris 美國大軍跟越南女子的愛情故事 但是後來因為政局 然後越共就是美國撤軍 然後越南就淪陷 後來這兩個人就分開了 那他們兩個在之前就已經談戀愛 甚至結婚 然後Chris離開之後 Tim就生了他的孩子 然後呢 這個劇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台直升機 直升機代表的是分隔 將劇程分隔了兩代 前面你看西宮小姐的前三分之一的時候 是非常唯美浪漫的愛情故事 在台上接吻了好多次 Sung and Moon 對對Sung and Moon That's Night of the World 然後這幾首歌 你看那個速度那個接吻的音樂效果 會造成什麼樣 And so 那個兩個嘴巴對在一起 然後你很自然的那個聲音就 So 就收起來 就是因為接吻收起來 對 所以你就真的他們就真的就唱現場 然後呢那台直升機 真的就是劇中完全阻隔整個的故事的前 和故事後 直升機的出現 後面代表的是一片慘淡 前面就是一片浪漫 所以直升機在整齣劇 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分水嶺 那直升機的意象 我覺得代表的是一種 新生與分離 直升機 這個形象是相當重要的 有些城市沒有辦法上直升機 但是西宮小姐最可貴的就是 一定要在劇院當中看到真實的證 至少他有一幕是怎麼樣 他把Chris給送走 對 所以那個直升機一定要 他搭了直升機走 一定要帶著男主角 男主角一定要讓他升空 然後女主角在地上 跪在地上 然後嚎啕大哭 對 你讓觀眾看到這一幕 觀眾心就會碎 所以 我看到那一幕我眼淚都快流下來了 對那個就是很逼真 你知道其實因為我也知道結果啦 就是每個人進去都會知道結果 所以你知道就是說 你坐在下面等待那個悲劇的 在你面前產生 可是我知道結果 我覺得我應該已經是免疫了 可是你知道嗎 就看到那個King 他裡面所有的台詞都用唱歌 Chris, Chris, Where are you? 然後那個Chris, King, King 然後他在那個地上 然後一直對他 對,然後呢 就那個直升機一起來的時候 那個音樂 哇那個狀況 我跟你講那個 那一吹那個淚就 就掉下來了 不管看幾次都掉下來了 就很奇怪 就是說 哇原來那個現場劇場的臨場感 可以給你這麼大的一個震撼 他凝聚了整個 我們的觀賞這個情緒在裡面 對 不管看幾次以後 那個情緒一樣是會被兜著 你會進入那個劇的感覺 是 尤其是 你說這個 這次如果我們寬宏看到了這個 真的直升機來了 嗯 那這次不得了 這個直升機的這個 Mega很多 因為我們台灣有一些歌劇院 是 因為直升機一開始都是 零件拼裝 所以這次演出是在高雄開始演 然後演到台中 再演到台南 最後到台北 但是呢 然後前面的這些歌劇院 就可以直接的把整台直升機運進去 它一比一的打造 對 偏偏到台北的國家戲劇院呢 就 因為你知道這個台北國家劇院 它非常 太多的限制 你會不會撞到我們任何一腳啦 怎麼樣 那真的是國配階段 對 所以要求直升機必須要先拆解 嗯 然後呢 在裡面暫行組裝 所以他們這次工作人員說 我們會在台灣拆解三次 拆三次 光是看到拆三次 拆三次 因為台灣就是到了台北之後 你要拆解完 然後進到了戲劇院裡面再組裝 完了之後 你運回美國的時候 你還要再拆解 是 所以他們原本以為說 只要我們只要組裝一次 一次就可以了 整組就放進去 就是在拿出來 對 所以大家不要看 這次就是一個直升機 而且它只在 這個音樂廳裡面 大概出現五分鐘的時間 對 那可是這五分鐘時間 那真的就是歐心力學 那在這次要演 西貢教學要在台灣演出的時候 辦記者會的前一天晚上 台南廠 才告訴那個 所有的美方的工作人 會刊說 OK了 台南廠也可以讓直升機降落 所以 那真的就是整個的 就大局就 就底定 否則這前一天 台南廠還有點搞不定 現在是所有的我們台灣的演出地方 都可以看得到直升機 真的就看得到直升機 朋友 那個因為我這是第二次來到Richard的節目 我心裡也相當的期待 昨天為了要上演節目 一個晚上都沒睡好 真的 可能今天是黑眼圈的 我們很少知道有人 黑眼圈還是這麼帥氣 然後呢就沒有想到 我們那個主持人更紅 紅中帶紅 我覺得這一次很難得就是 請我們宋教授 上次在介紹他的滾動百老會之後 這一本書都在介紹音樂劇 那在介紹音樂劇以後 我看完那本書以後 對於所有的音樂劇 我真的就能夠再一次的進去 看的時候 就有不一樣的感覺 比如說西貢小姐 比如說歌劇魅影 還沒有對 還沒有對 那 這幾個都是非常經典的 這些我們的音樂劇 那像我們剛剛舉幾個例子 我們剛才提到了 就是我們的男女主角 在歌劇魅影的時候唱的歌 然後西貢小姐也有男女主角 在唱的歌 我後來發覺 我可能是不是屬於肉欲取向的 應該是吧 所以你喜歡的是情歌 情歌 你看他們在那個 也是在屋頂上 激情的情歌 對就是在屋頂上 對不對 就是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就兩個人自己的時候 自己就弄起來了 OiX of You 對 你講到這個 就是 那首其實是 算是 Fenton的一首 段魂歌 他聽 因為他就在旁邊 其實這個 三角戀 其實最 最讓人難過的 就是他 誤出了這麼多 對 他沒有辦法 然後他看了眼前的兩個年輕的 而且外貌較好的 這個年輕男女 如此的 這個 登對 致意的對 來訴說 對對方的這個感情 其實又 酸甜苦辣了 酸甜苦辣 無味雜陳 但是唱這首歌的時候 就是 主角 唱的兩個主角 總是 是非常殘綿 跟非常親密的 是 那西貢小姐呢 也有這首歌 那我今天就 我就 我就擔任 Christine好了 哈哈哈哈 好了 開玩笑 那 那西貢小姐說 你要擔任 Chris嗎 可是這樣的話 你會一直 狠心的把我拋棄 不行不行 西貢小姐很有意思 西貢小姐裡面 情歌很 有很多 那 我覺得最有代表性的是 Sun and Moo The last night of the world 然後 Sun and Moo這首歌 也很特別的是 你知道 你看像 他們就叫 日光與月光 是 然後呢 它裡面其實說 你就是月光 然後我是日光 然後我們彼此相輝映 我們的情感 就是 你就像月光一樣 照亮了我 就類似像這樣子 我覺得外國人對於 日光和月光 他們的看法 是非常peace的 可是呢 我覺得 到了華語樂團呢 就有白天不懂夜的黑 就是說 就是有這種 然後你知道黃茵有一首歌 叫黑夜白天 我和你就好像黑夜白天 意思就是說 我們兩個永遠不會 不會相見 不會相見 哇 那個跟那個 桑恩木的那個 同樣的歌名耶 可是跟桑恩木 所表達的意境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啊 你看看他們就是 通常我們在華人世界裡面唱 白天跟黑夜的話 通常都是單一一個人 然後受到的傷啊 或者是我都沒辦法見到你 但是桑恩木在七公小姐裡面 在床上唱 是一首 對對對 第一版的時候 抱在一起 第一版的時候唱桑恩木的時候 後來 就中間有個尖奏的時候 那時候旁邊是兩張單人床 可是呢在那個舞台上 他就慢慢慢慢 這兩個單人床 就變成一張雙人床 對 我又回到肉欲的部分 可是很有意思 我覺得設計的很好 對 其實真正講肉欲 所以西公小姐的確有 因為西公小姐開場的時候 就是所有的演員 穿的很曝露的 就是一個人肉市場啊 就是在一個酒吧裡面 在販賣女生 就是 你知道戰爭嗎 女生 有些女性要生存 她必須要去出賣自己的肉體 可是呢 講真正曝露的 那是芝加哥 芝加哥當然 就是芝加哥 那更可怕 那個穿的是 不是一般的泳衣 那個已經是到了3.4 3.5的那種 所以像芝加哥啦 紅毛坊啦 這種肉欲的關係 我們都非常的喜歡 那經典裡面的部分呢 如果沒有呢 我們也把肉欲的部分 挑出來 比如說她這個 歌曲魅影在屋頂上的時候 他們也有彼此摟抱 然後在唱歌的那首 就是我們剛才講那首 那邊 然後在 西公小姐也有 但我覺得西公小姐 她的 就是情感的部分呢 就是兩個人纏綿的部分 也更多了 西公小姐 我所看過音樂劇當中 接吻最多的一個音樂劇 那這個所謂的接吻 不是好像一直要 要故意 故意給大家看 我覺得那個很藝術 因為 兩個人本來就是 在 那個 因為你知道 Chris已經 他那個時候在 越戰末期了 所以Chris已經知道 美國要撤軍了 只是不知道哪一天 男主角已經不知道 要什麼時候會離開 對 所以她一直很掙扎 要不要跟這個女的 好吧 最後她覺得我就豁出去了 那女的也很有手段 就告訴她 你要走是可以啊 你先聽我的故事 我告訴你 我的村莊 我們村莊被火燒 我爸媽那個臉部燒得 面目全非 全是那個屍體 那個 所以她就用這樣 所以我還真的覺得 這個女主角蠻會吊人的 然後一講了以後 Chris真的就傻呼呼的 這男生就流下來了 可是 你也不得不佩服這個劇作家 在裡面 他設計的那男女之間那種 初戀 然後到熱戀的那種 對 纏綿匪策 他們剛好就在那個最 最熱烈的那個狀況之下 兩個被迫分開 感情到了最高點 然後難分難捨的時候 嗯 然後呢 整個劇當中 陳述的一個就是 每一個人都說 你可不可以帶我到美國 嗯 每一個 每一個 九小姐對於美國大軍 你可不可以 我絕對會把你服事得 服服帖帖 我一定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太太 你可不可以帶我到美國 就像他們在裡面有一個 皮條客 唱的那首歌一樣 American Dream 欸對對對 他也就是對美國 就是一個 有一個夢想 所以你看了那個 雖然是看了有一點點的那種 就有一點那種 好像激情的那個狀況 但是其實你心裡面是很心酸的 對 我再講一個場景好了 裡面呢 後來Chris知道 他Chris回到美國之後就結婚了 然後他知道原來King 在曼谷 在泰國 而且他生下他的小孩 他帶著他的太太去見他 是 結果呢 King知道他住在317號房 他就立刻到房間去看 結果沒有碰到Chris 碰到是他的太太 然後呢 King他就說 我是Chris的Wife 我叫Alan My name is Alan King整個世界要崩塌了 因為他們之間完全沒有任何聯繫 他知道他的男主角居然在跟別人結婚了 他說我無法見 但他沒有跟Alan發脾氣喔 他第一件事情先問Alan什麼 你知道 原來他已經結婚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照顧我的小孩 對這個就是其實 聽眾朋友們大概 我們大概把這個角色稍微介紹一下 Chris就是男主角 然後King是女主角 那他們兩個在越南相戀以後 後來 美軍撤軍了以後 男主角就回到了美國 但是他回到美國以後 他知道今生不可能再回去越南 所以他沒有辦法愛他的那個King 而且是一年之後才結婚了 他也不是一個父親和一個渣男 他也是一個 曾經 在劇裡面 曾經千方百計想要找到King 找到越南的King 但是還是一樣沒辦法 那時候的關係 也沒有LINE啊 也沒有臉書啊 都沒辦法找到 1974年 對 那時候只有臉沒有書 也有書 但是沒有臉書 有face跟有book 那時候可能網路都沒有 那就沒有網路 那時候他還在打電報跟打電話 對 那後來跟大家介紹就是 宋老師講的就是 他們又再度回到了 因為美國的一些政策 再度的回到了這個 曼谷 把這小孩拿過來 讓這個越南的這個情人 把他生下來的這個小孩子 一起帶到曼谷 然後跟這個男主角見面 對 然後結果男主角 結果那個女主角見到的卻是他 他後來在美國 結婚的那個 先見到他 然後他一進來的時候 他說 他以為他是打掃父 他說我不需要打掃 謝謝 然後King說 不是我叫King 然後他才知道 那我只是覺得 為什麼東方女子見到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東方女子 你可以幫我照顧我的小孩 然後那個Alan的反應是 我們不能奪你所愛 你的小孩 你要自己去 撫養他 他不是不願意 他是很尊重他 但是東方人的想法 就在那個年代 他覺得 小孩跟著我 其實是不對的 我跟著你們才對 對 才能夠有好的未來 對 然後你知道 後來King 就大聲的講 你一定要把我照顧好小孩 因為我們這場仗 我贏不了 他就 他直接在Alan面前講 這一場仗 我是贏不了 因為你是一個西方人 你跟著 你的西方老公結婚 我這場仗 我永遠贏不了 所以我只有把我的小孩給你 我的小孩才能夠有未來 那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 看了這一幕 他不能了解 我覺得我們曾經經 過的那個 那段時期的很多的朋友 我們比較能夠了解 他到底 你知道那種 那種心理的糾殼 內心的糾殼 對 我覺得這是非常深層的 而且 看了以後 你會打從心裡 覺得很悲傷的一件事 對 我覺得這部戲 除了這個部分 值得看以外 我覺得有一些為人父母的 看到也會很感動 就以我自己的意思來講的話 我一直看到最後 有一段的時候 就是 除了當然 除了男女之外 當然我 雖然也是肉欲 但是除了肉欲 還是有點理智 還是算是個人 很高的 站在爸媽的角色 我覺得 今天我們聽完了 這個訪問以後 我覺得 只要是爸媽的 應該就去看一下這個劇 因為真正 我最感動的 到後來 看到後來我真的 眼眶泛淚 差一點流淚的是什麼 就是 那個 King 把他的小孩 他最後跟他的小孩說 然後 終於等到這一天 然後他們以為 他可以決定你未來 不是 其實是我才能決定你的未來 我要把你帶到 送到美國去 然後你回去 過了很好的日子 然後 我才能夠讓你 做過這日子 那為什麼能夠讓他 這個日子 能夠繼續過下去 了無千萬 就是 他最後 結束他自己 我必須要犧牲 這樣子他們才能夠 專心 來照顧你 對 所以我 哎呀這講起來 他就是一個父母為了這個小孩子的未來 他甚至可以到犧牲生命 對 所以 星光小姐這齣劇 除了男女之間的這個 情愛的糾葛以外 他還講到了很多像這個 就是那個 東西方的私生子 還談到了所謂的人權的問題 所以在這部戲 他有娛樂性 也有一些文化的 還有一些時代背景 然後更有一些動人的情歌 時代的悲劇也有 然後 就是當時戰爭的一些糾葛 也有關係 然後情感啊 親情啊 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值得看的一個 我耽誤30秒 我講一件事 你可以耽誤30分鐘 都沒關係 我有問過那個演員 就是說 你們每天那個韋戲 而且他裡面很多是摸 摸身體 對 然後呢就是說 那個女演員對於 男性演員在你身上這樣子 一直猶疑 你那個女演員是怎麼樣的一個態度 然後呢 那女演員也同樣也是會摸男性 在這部戲當中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尤其第一幕 那真的就到處摸 那 那個 那個 他們的那個 就是那個副導演就講了 他說 其實我們當天 每一個男演員都會講 跟他一起合作的女演員會說 我今天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比方說我今天的那個 如果今天的那個 嘴唇有一點破 所以我們今天只能貼到 那我今天是OK的 所以我們可以 那個用舌吻 他都可以 他都 他就是說 如果哪一個地方不舒服 女生女演員都可以 然後聽說男演員都會完全的按照這種方式來遵照你今天的身體狀況 然後去做演出 所以大家在看這個劇的時候不要覺得好像會有什麼騷擾 他們在劇場當中 我的身體其實是我完全就呈現給所有的觀眾 這個是我對音樂劇的演員 這個佩服的五體投地的一個原因 而且表示他們真的非常敬業 他們為了要演到位的每一個動作或每一個劇情或每一個情節 或是每一個角色的呈現的那感覺 他甚至都能夠把自己的身體就成為道具的一步 對對對 就讓人家看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 他運用他的身體 他那個劇本 把陳述出每一個人 在你生命當中曾經發生的故事 這個真的就是非常的有質感 跟很有氣質跟很有深度的一個劇 尤其是在宋教授分析完了以後 我的肉欲也彷彿也變得有一點點深度了 您永遠都有深度 今天非常謝謝宋教授來的到節目中 跟我們分享這個西貢小姐 我覺得西貢小姐真的是在此生必看的音樂劇之一 對因為那個我們 我真的在紐約看過第一次就再也無緣 因為他就是到不了台灣 對 那來這邊因為你必須要把那個長途勞頓 然後排那個就跟悲慘世界也是 到現在還沒來 你看都已經演了30年了 所以你看他很多的一些英國啊 美國的城市都已經巡迴 終於巡迴到亞洲 然後這次能來不曉得下次還要等多久 所以這很 我是跟大家講真的非常難得的一次機會 真的是非常難得 剛好我有在音樂機會之下有交到了一批 從越南過來就是台灣 就是交換學生的一些學生 何老師逃離滿天下 這真的 跟您學習的 跟您學習的 那在我們介紹完了以後 你真的沒辦法想像 說超過一半以上的學生 全部都買票了 太厲害 主要是你介紹的好 主要是他們能夠真的能夠知道 這部戲的難得 對而且就是那個歷史 可能跟他們的生活也有些關係 也息息相關 然後我覺得在我們台灣 在這片土地上面也應該看一下這個劇 因為其實我們也有所謂的這個親情分離 跟骨肉分離的這個狀況 對對對 在早期 因為抗戰的關係 因為戰爭的關係 其實也有家庭 1949年 對也有家庭來到了台灣 然後再另外另一個家庭 但是有另外之前的愛人在當 對 那真的是一模一樣的 是 而且到現在為止 因為我有去過越南 越南在街上 你還是可以看得到 長得很像外國人 和東方人的那種 混血兒 混血兒的臉孔的中年男子 或中年女子 那那個他的臉 已經告訴你他的身世了 對這很有意思 所以我們這次的這個戲 真的 我們也不抱了太多 我覺得呢 Richard一定會去看 然後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去看這個音樂劇 然後我們也希望 我們在劇場裡面 我們可以互相打招呼 互相見面 謝謝 這個要跟你打 我怕就是排隊排不到 那可能會 我們是希望他 我怕大家都是 一直要去看 我講的肉欲的那一個情節 那也很值得 那也很好看 很細感 是是是 好我們再一次 非常期待這個西貢小姐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夠上網 然後能夠看一下 我們這次西貢小姐演出的資訊 所以不要錯過任何一場 謝謝Richard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所有的朋友 謝謝 謝謝謝謝邹老師 字幕 李宗盛